我跟他俩在一起生活不了 对不对 分着过没问题 分着过也不行 分着过不可能 分着过就是分着过不可能不来往 对吗老师 你上场吗 我不上了我也不跟他说 小王 你女朋友是不是一个跟你母亲性格截然相反的女生 也倒不是截然相反嘛 也是也会耍脾气 也会耍脾气 但是耍脾气的时候 听劝能劝得住 他在里面你还议论过你妈妈没有 倒是之前抱怨过 抱怨过然后我说过他就没抱怨过 曾经抱怨过什么呀 就说你妈妈就这个脾气吗 说话就这么冲啊 然后就这样 你现在就是多操心 操心了最后的结果 是你自己的身体被你自己搞垮了 就是你这个脾气格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垮 所以你自己做好决定 你不用管别人 你连你自己都管不好 那你告诉我对于妈妈发朋友圈这件事情 女朋友是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那个阿姨发那个意思 其实我也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我就是觉得那个 她可能是针对我 说不是针对我 她说我女朋友跟我学 就说她说 其实那个我后半句话还没等我说出来呢 就被噎回来 其实我就想说 那个阿姨你要觉得我针对你家钱的话 可以就先针给你签那些东西 其实我不是针对你家钱来 她的话你有没有转述给妈妈 那么她后来跟妈妈掉了好几天脸子 这事你知道吗 我说过女朋友了 就说这个事情怎么了 她说我也没什么 我还主动跟你妈妈打招呼 就是你妈妈不理我 我说那个阿姨明天不做吃饭 你妈就嗯 然后我说阿姨今天早吃什么 她妈说不知道 有什么吃什么 然后我就 我也判断不出来 她俩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你对你妈妈是最了解的 你应该预感到 妈妈会有些什么样的举动 我预感到我妈甩脸的可能性 比我女朋友甩脸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呀 那你在妈妈和女朋友中间 做点什么预防性工作没有啊 没有 什么都没做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刚参加工作 工作上事情也比较烦心 然后可能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那边了 这边觉得就是正常的有吵架 毛罪没想到会发展的那么激烈 是